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好意思是安音霍恩能够拿下比赛 看好两队都有进球 这是机构对待本场比赛的意思 赛事预测 本场比赛是双方第二回合赛事 鉴于首场比赛两队就轰进了五个球 本场比赛要想晋级都得进攻 因此看好两队还是一场进球大战 到最后就是没晋级的也对球迷有所交代了 最新资讯 2015年8月28日 热刺官方宣布韩国球星孙兴民正式加盟球球队 直到今年 孙 球王已经在热刺效力了三年了 热刺也向这名前锋表示祝贺 目前热刺在英超已经取得了三连胜 而孙兴民正跟随韩国国奥队争战亚园会的比赛 热刺官方晒出了孙兴民第一次穿上热刺球衣的照片 说道 2015年的今天 孙兴民加入了我们球队 向这名韩国球星致敬 英超第三轮比赛 中热刺在老特拉图德 球场以3-0战胜曼联 豪许开赛三连胜 下一轮比赛 热刺将会面对沃特福德的挑战 这两支队伍都保持着前三轮联赛全胜的战绩 相信下场比赛会相当激烈 至于孙兴民率领的韩国队 则在8月27日的四分之一决赛 上加时惊险淘汰乌兹别克斯坦 成功晋级四强 在该比赛中 孙兴民送出了两次助攻 帮助球队涉险过关 只要再赢下两场比赛 孙兴民就能如愿以偿地获得亚运会金牌 这对于孙球王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只要能够拿到金牌 孙兴民的两年兵役义务将会得到免除 而他也能继续回到热刺效力 但如果他没能拿下金牌 孙兴民将要回到韩国 接受为期两年的兵役 到时 年近三十的韩国球星很可能无法重回欧洲五大联赛 他的流洋之旅恐怕会就此结束 为了能够留在热刺阵中 相信孙球王定会加倍努力 作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孙兴民的生涯巅峰正是这几年了 如果此时回到韩国 对他的未来将会是致命打击 而热刺也会 因此损失一名风险大将 在夏天没有任何一名隐员的情况下 在失去一名前锋 对于热刺之后的英超征程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喜欢小编可以关注小编哦 小编每天为你 带来详细推荐和最新消息的文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